95后对于自己的一些职场的一些行为方式往往特别的个性化 是的 你们你们有什么奇葩的这个95后00后的这个事能分享一下吗 这得问问95后了 妈呀 我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我本人就是个奇葩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我总结一下他的奇言奇语好不好 我回国以后 好多大公司都要签我 最后我选了一小作坊 我不肯呢 哈哈哈 我有一天莫名其妙别拉到一个微信群里面 对啊进去以后发红包发红包人就不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没有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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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